晚間10點鐘提供給您 我們為您整理的最新停班停課資訊 在明天停班停課的部分 包括了有 金龍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嘉義縣 還有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澎湖縣 以及連江縣 蘭宇湘 明天都是不用上班上課的 不過在要上班上課的部分 也要告訴您了 包括了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還有台東跟金門 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課的 好 趕快來關注 今年第一個即將襲台的颱風 凱米陸際預估將從宜蘭登陸 儘管中南半島附近的巴比倫 對台灣沒有影響 但是這回雨量預估 它占了很關鍵的因素之一 中南部山區氣象庫走雨量預估 恐怕達到高達1800毫米 因為這10年的颱風清台 雖然也有發布海陸景 只是結構上跟外圍環流並不如預期 這回凱米的雨量驚人 真的不容忽視 每年只要一來到七八月份的颱風季 只要有任何一個熱帶擾動 各界關注 今年第一個將襲台的凱米 原本路徑都不是預估會這樣直接穿過台灣 這回不斷往南壓 預估可能會從宜蘭登陸 而且雨量 風力氣象庶都認為綜合各項因素 恐怕都會相當驚人 對於從未來幾天的降雨趨勢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禮拜三的話 剛開始會是以北部東半部 尤其宜蘭跟花蓮這邊的降雨 逐漸的增大為主 那在西半部的中南部呢 則是在明天下半天之後風雨會逐漸的轉強 那主要降雨目前看起來會一路延續到禮拜四 在禮拜四這一天西半部的降雨 還是非常的強的 我們預計在山區可能會有大豪雨 等級以上降雨 尤其中部跟南部不排除 有超大豪雨的狀況出現 原本預估完全不會影響 台灣的巴比倫 目前來到了中南半島附近 只是這回的雨量跟它也有關係 因為南邊的水氣都一起跟著被帶上來 的一個低壓裡面 所以環境來講的話 這兩個還是互相有水氣的牽扯 所以這個颱風 雖然沒有受到巴比倫颱風的影響 不過西南風的環境 未來在西南風環境場裡面 巴比倫颱風一定會把比較旺盛水氣 帶往台灣地區 所以水氣的部分來講的話 會使得未來凱米台風北上之後的西南風 會呈現會比較明顯的降雨量進行 目前來看估計的話 都是非常可觀的 氣象署預估凱米影響期間 總雨量最多的地方 恐怕會突破一千八百毫米 北部平地山區分別六百到九百毫米 中部山區受到地形影響 會來到一千五 新竹尖石一帶 同樣也會突破一千毫米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南投 台南 高雄 屏東山區 就是被點名累積會達到 一千八百毫米的區域 歷史上幾乎沒幾個 因為除了颱風所帶來的雨量外 緊接著在後頭的地形雨 而在風力預估 暴風圈二十四號清晨接觸到東部 預估深夜在宜蘭登陸 但可能會受到地形破壞影響 因此最強風力會落在二十四號白天 目前離島地區陣風恐達到十二級 不排除還會更強勁 颱風本身所屬的環境來講的話 都處在一個高海溫的地方 目前整個台灣東部海面的情況來看 都在三十度的海溫以上 所以註定這颱風如果生成之後 它一定會快速的增強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 這颱風生成的位置 是在一個大地壓帶裡面 這種赤道草所生成出來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颱風窩這個地方 它本身就是一深層水氣多 而且包容半徑就會比較大一點 第三號颱風凱米其實最早的時候 它的路徑各國看法都是相當分歧 美國的預測最早是認為 它會直接從台灣來貫穿而過 不過比較讓大家信任的歐洲模式 則是認為太平洋高壓增強的速度 不會那麼快 所以認為它會從台灣擦邊球井過 颱風走的路徑全看太平洋高壓 因為原本預期往東退 結果目前來看並不如預期 整個擋住颱風往北的去路 來個大左轉 所以才讓預報不斷往南收 中心直接鋪台 其實每個模式都有它的有缺點 那就是這個模式它到底準不準確 其實它是要從它過去幾年的一些案例的資料 去做統計分析 那如果說當它這些成員 它的預報的看法不太一樣的時候 就會越分歧 那這時候它的不確定性就會越高 那當我們看到細節資料是發散的時候 畢竟從電腦數據模擬路徑有各種可能 但最終它怎麼走 還是得看大氣環境的變化才能定論 尤其凱米的雨量不容小覷 更是近十年少見的累計數字 房台準備真的不能少 TVBN新聞 正上微卸輪 台北採訪報導 國際焦點繼續帶你來關注 拜登宣布退選不到36小時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已經獲得了超過2668張的黨代表票 跨越提名門檻 美國影星喬治克羅尼晚間也宣布力挺賀錦麗 在德拉瓦州的競選總部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和拜登視訊眼泛淚光 而拜登更承諾會當他的最強後盾 當時在台上的是拜登競選團隊的總招 已經在賀錦麗請求下繼續原職務 拜登等於是把自己的所有資源 都交接給賀錦麗 而賀錦麗在拜登退選後 第一場在白宮的公開活動 幾乎都在讚揚拜登的貢獻 選戰進度沒有明說 因為還在整合階段 在拜登退選後的24小時內 賀錦麗就不斷打電話故莊 終於取得大咖相助 裴洛西點頭力挺 這讓賀錦麗拿下加州 就已經超越提名所需的 1976黨代表票的門檻 不僅掀起政治海嘯 還讓民主黨出現罕見的 募款大爆發 一天之內募得了8100萬美元 等於近27億台幣 比拜登今年第一季都還要多 只讓很多民主黨人高呼 換敗換隊了 59歲的賀錦麗沒有年齡包袱 一路從檢察官到參議員 和拜登從律師轉戰政壇的路線相似 差異就在兩人的從政歷練 深度和廣度 這一點賀錦麗在副總統時期 處理移民問題的黑歷史 最被共和黨抨擊 但除此之外 很多選民對他都是給個印象分 像是在搖擺州 選民對於賀錦麗又有什麼看法 民意對賀錦麗的熱情並不特別高漲 倒是商界很歡迎 尤其是民主黨的鐵票倉 加州矽谷也傳出樂見中生代的賀錦麗接棒 民主黨最晚得在8月7號之前確定提名人 賀錦麗的第一關就是要先通過黨內口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大家現在也擔心的是 美國在川普這邊的狂人政治 會不會捲土重來 主要就是因為拜登退選之後 真的是增添了非常多的選情 不確定性 昨天亞洲股市也一度受到影響 不過還好只跌一天 而南韓媒體分析則是指出 如果川普重返白宮 這美國將會重回貿易保護主義 不只台灣 南韓的晶片跟汽車產業 恐怕都會受到衝擊 美國總統拜登退選的消息 不只撼動美國 還一度衝擊亞洲金融市場 拜登 대통령的大選 후보撒退 소식에 阿시아 금융市場主要지수가 大部分 약세를 보였습니다 週一亞股多以下跌作收 除了韓國綜合指數下跌31點 日經指數中場也重挫464點 台股22號當天更一口氣跌掉612點 創下今年以來第二大跌點 美國的大眾 반도체 수출 규제 우려와 IT 대란 영향으로 뉴욕 증시에 이어 우리 증시도 技術主 조정이 예상됐습니다 雖然韓國股市隔天 只跌小漲台股也反彈614點 但美國選情的不確定性 還是令部分南韓民眾感到憂心 바이든이 내려가면 사람들이 트럼프 밖에 선택할 여지가 없을까 걱정스럽고 또 문제 라고 생각을 했고 트럼프에 대해서는 너무나 좀 극단적이고 세계적으로도 부정적인 영향을 끼치는 정책을 위주로 펼쳐서서 害怕川普再當選 將採取貿易保護主義 現在不只南韓汽車和鋼鐵 產業跟著緊張 也擔心去年 對美國創紀錄的貿易 瞬差未來又有變化 추가적 쿼터 제한이나 관세 부과가 이어진다면 중국산 저가 철강 공세까지 더해진 이중고, 삼중고가 우려되는 상황입니다 而川普先前受訪點名不滿 台灣強走晶片事業的說法也 引起韓國媒體的高度關注 就怕有天也會躺著中槍 우리나라 반도체 기업을 직접 언급하지는 않았지만 같은 논리라면 미국 현지에 대규모 투자를 결정한 삼성전자와 SK하이닉스도 영향을 받을 수 있다는 우려가 나옵니다 以前以美國優先的川普 經常夸口弱當選 世界上絕對不會爆發戰爭 他最近跟宣稱 只有他能安撫好金正恩 方法卻是 带他去看大聯盟比賽 不過對於川普的言論 北韓完全不領情 北韓官媒評論還反向 川普的說法根本是吃心妄想 當中還提到川普任內 經常渲染私交 卻未能帶來實質性的變化 不過曾在川普任內 當國安顧問的 麥瑪斯特仍言判 如果川普當選 金正恩確實可能 再提出條件交換 北韓貴中曾是川普任 200平主里面 在川普家裏面 在川普通先生 也會提出 他提出 他在川普通常 川普通常 川普通常 在川普通常 川普通常 強化 川普通常 現在不止 平平社 但 上禮拜五月 展開另一波 垃圾氣球攻勢 南韓軍方 仍無可忍 過去輪流 潛放的 新戰廣播 現在要 照三餐 開好開慢 播放新闻,K-POP,音乐 并添加有关脱北外交官在南韩获要职 而北韩军向奴隶般的悲惨讯息 近年来不止朝鲜半岛南海局势也动荡不安 中飞之间频频上演惊血擦状 不过日前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说出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也适用于马德雷山号后 菲律宾和大陆都确认已就相关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 只是双方对于运补前到底该不该事先通报 还是各说各话 这新闻综合报道 好 俄乌战争打这么久真的是打到两败俱伤 俄军在乌东地区持续的往西推进 玄成又夺下两座村庄 但是代价相当惨烈 有二兵自拍部队同袍在巷战中全军覆没 折胜他一个人孤立无援 另外黑海沿岸的俄罗斯炼油厂 再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 没想到俄军在击落的过程 不小心让油厂爆炸起火 多管火箭炮连射五发惊天动地 在乌东前线猛烈轰炸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又拿下卢干斯克州的安德里伊夫卡村 与哈尔科夫州的皮石坎村 两处占领地相距不到20公里 尤其占领皮石坎村后 俄军又能朝10公里外的奥斯科尔河往前推进 但俄军也得先有人活下来 在前线森林树影遮盖下 乌军M109自走炮 这时瞧瞧现身 逼近敌人阵地 等到绝佳攻击位置 乌军炮兵快速装填弹药 炮弹一发射有如信号 炸出躲在废墟角落的俄军之后 在高处的乌军马上子弹连发 将目标一网打尽 在巷战中 这位自拍的幸存俄军士兵 脸都包紧紧 因为到处都是尸臭和苍蝇 还秀出剩下的炮弹 但已经没人能和他并肩作战 对比俄军酬云惨物 再战好的乌军士兵 还能和弟兄谈笑风声 与此同时俄罗斯后方也出状况 俄罗斯在黑海沿岸最大的炼油厂 遭乌军75架无人机偷袭 又爆炸起火 原来是俄罗斯击落无人机 没想到残骸坠毁 引发炼油厂爆炸 这座炼油厂每天能产24万桶石油 出口到土耳其中国大陆等地方 因此乌军攻击 就是要断了俄罗斯裁员 俄罗斯边境居民也饱受战火之苦 乌克兰同样装轰当地的基础建设 连带让非边境的民众生活都受影响 在俄罗斯西南部斯塔夫罗伯尔的居民 拍了影片向总统普清求救 因为地方政府缺乏资金 供水系统失修供应不足 政府提供50公升的水 不止脏还有氯化物 官员甚至说到明年才能正常供水 战争还要打多久没人知道 但随着年底美国大选就要到来 拜登宣布退选 让乌克兰人忧心忡忡 俄罗斯人则冷眼看待 在基辅的音乐广场 乌克兰最大的音乐节上 民众放开自我 宰歌宰物 努力把伤痛先放一边 享受这短暂的喜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堪米台风来袭前 汉光40号演习的第二天 地面科目大多如常进行 以往的演练阶段 从战力保存到防空 制海反登陆大多区分明显 不过这次显然是打破了 这个既定的流程 无剧本 而且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演练 比重又变得更多 这也包括军警协力的反特工 汉光演习练兵不分昼夜 第五作战区 战甲车浩浩荡荡 陷宗台中街头 队列中还悄悄藏了军购新品项 托式飞弹专用汗马车 首次亮相 不过一如前后队友 车灯看似没亮 其实这低亮度的防空驾驶灯 用意是防止光线 引起敌军空中兵力的注意 也意味着状况 已经进入整体防空 然而敌情威胁不止在空中 中共在他的军队改革的时候 他在每个集团军下面 他都去成立了一个特种作战力 那也就代表说 其实中共非常重视 特种部队的应用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未来也就是中共 如果真的打台湾的时候 他的相关的特种部队 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或者作战前就已经进入到 我们境内来潜伏 连接双北滑翠桥头 持步枪 头戴护盔的警力 跟宪兵联手 堆阻绝物 设置陆检点 用意是演练防范小批敌军 意图摸黑 途入卫戍区 目前我最佳佛有一辆 警察都想办法了 相信驳路 要警戒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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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包弹的枪声 回荡在午夜市街地 陷阱执行防卫想定 熟悉如何实地阻绝 特工行动 其实相关的科目 汉光兵推推了不下数回 因为小规模袭绕 高机率是交战前奏 如果在冲突的初期阶段 中共要制造台湾内部分乱的时候 就可能透过小部队 去进行洗澡的方式 比方说透过特战部队 比方说透过潜伏特工人员等等的 对关键基础设施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节点进行破坏 可能我们的就是持续作战 或者是抵抗的能力意志 都会被削弱之外 那也有可能会对部队作战能力 造成严重的影响 以外离岛为例 最重要的不外乎电力 和对外联系 外岛不只实弹演练 关键设施防护 北高守备大队装部兵力 在北干机场的周围待命挺进 一旦空运枢纽被敌军所用 夺还作战兵贵审述 过往我们把非常大的心力 放在大部队在海滩上面 正面决战等等的 如果以中共的角度而言 甚至会考虑说 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 就逼迫台湾屈服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 把台湾逼上谈判桌 恐怕是这一届演习 奔倒唯一的实体攻防 上演在台北港港区之内 结合冲突爆发 造成的民情动荡 明安演习 军警海巡协力反制敌方 避免在混乱之中 要港失守 当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 已经有制空权的时候 他在这个地方登陆 输入大批的部队 还有装备 还有后勤补给 是最方便的东西 或许有人想问 怎么汉光演习才第二天 交战状况 就已经进入了地面攻防 莫非敌情的预判 比以往险峻 过去因为国军的演习 都是把它分成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天一天的来做 那也许很多人 可能就误认为说 中共未来攻台 也都会这样拆开来 未来中共一旦攻台 就是他希望的目标 就是能够演战速胜 手段决胜 所以他会用尽各种方法 各种手段 同时同一时间 不同地点 全部一起进行一个攻击 防卫手段不担心 海上击沙链的布置 进度依照海军作战计划 持续进行 五天四夜汉光演习 以往进程 样态都是从战力防护 整体防空 联合结局 国土防卫等大方向 一续执行 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为了更贴近实际景况 阶段不再分明 其实美军过去就曾多次 对此提出建议 因为解放军的攻势 不可能分门别类 应该是说防空这件事 其实是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每天都有这样的需要 你知道最后所谓国土防卫 就是敌人已经上路了 已经上路跟我们打 在陆地上作战 在城镇上作战 那他需不需要空中掩护 战场不可能说只有防空 这一个作战的形态 那当然其他的各种 陆上作战 海上作战 通通会同时的进行 当奸敌于城镇阵地 已经被列入泳兵里面 一旦交战在所难免 军方借着演习 跟民防体系共同找解答 尽可能为最糟的状况 做最完整的准备